好,這邊有這個顏色比較深的 紅茶 唉唷,這真的很內行耶 你看就知道這是紅茶,沒錯,這個是紅茶 然後呢,這一杯 綠茶 綠茶 那你把它放在哪裡? 綠茶 這一杯的茶 好 老人茶 這一個才叫做 綠茶 因為它的字義是綠色 好 紅色的叫紅茶,綠色的叫玉茶 然後這一個叫做 綠茶 欸 哪裡有稱數啊 好 這一個叫做 剛才這邊一個答案 我覺得講的正確的答案出來了 這個叫做烏龍茶 因為你知道這種茶 純粹就是一個烏龍 他想要把綠茶變成紅茶 結果呢,時間一半就拿出來了 好啦,這是我瞎掰的啦 可是呢,因為這樣子你就知道 它的顏色的深淺不一樣喔 綠茶的顏色是最 淺的 紅茶的顏色是最 淺的 淺的 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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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的顏色的中間叫做 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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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好不好 回來 剛才那個酸鹼 那個滋味 好像是指那個不要再想好不好 回來 一個綠茶 一個紅茶 中間那個叫做烏龍茶 這三種茶 請問一下 用 什麼東西做出來的 手放下 三 说 对 茶叶 不用茶 好 三 二 一 重点来了 三种茶里面的维他命C成分是 或一样的 或一样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检测维他命C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 根据我们的一些资料 发现维他命C的话会更点 反应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 如果把点 那个滴进去的时候 有维他命C 它就会消失 滴滴滴 滴到有点的颜色的时候 代表维他命C已经 不见了 如果你用了20D 它的维他命C就有20D的含量 那如果这边只有D5D 代表它维他命C只有5D的含量 所以它维他命C多 维他命C少 我们今天要找出来 哪一种茶 维他命C的含量是 最多的 好 那我要怎么做实验呢 注意哦 你现在没有听你一听后悔的啊 我跟你讲 等一下弄出来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在滴什么 只知道在 啵啾啾啾啾 然后哇 颜色变了 在做什么不知道 我现在要很郑重的来讲解怎么样做这个实验 这个点液的颜色跟茶叶的颜色 其实稀释完之后是差不多的 你看得出来它的颜色吗 其实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要来帮助颜色的颜色的区别 就是在里面加了一种东西 叫做 点液跟有一种东西加在一起颜色会很变化很深的 叫做 刚才都有做啦 所以老师把淀粉在家里面煮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没有啦 只有煮了 让它融化之后 好 再来呢把它放在这里面 里面有老师的爱情在里面 诶是这一杯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诶这杯到底是哪一杯啊 好没关系 我有UBI的 哈哈哈哈 好 这个 颜色会不一样 看一下 往里面再加 在里面加一些淀粉液在里面 好 加 十五滴淀粉液在里面 再来的话呢 好 等一下再加哦 然后现在的话就要开始来做实验了 我可以放在桌上吗 还在 帮我拿一下 好 现在的话呢 重点就是 要有人加优点 要有人搅拌 这个实验呢 我们在化学里面叫做低定的实验 好 所以呢 來,要鎖子看有幾滴喔,來,1,2,3,4,5,6,7,8,9,因為第八滴它攪一攪它又退回來了吧,9,10,好,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好了,OK了,不要再加了,拜託,重點是要趕快給它撞,10,好,因為那個喔,其實滴定的過程就是這樣子,它後面變化會越來越慢,到了最後全部就哇,就變不回來了,好,這一杯的話呢,我做的是10滴吧,OK,好,那每一滴,11滴喔,真的是很專心耶,對不對, 最喜歡這種學生的,好,這一,這三杯呢,我告訴你,低速完全不一樣,因為你們加的,因為我們這個喔,我們這個是大約,大約,所以說你加的你可能12滴,可能13滴,可是你要自己去試,三杯各幾滴,每一組等一下一定要做測試,然後呢,做完測試之後要把它記下來, 輪流七百一根負責一杯嘛,好不好,對於這個實驗有沒有問題,等一下喔,我看一下,有打擦的,看一下,沒有打擦的,沒有打擦的是澱粉液,沒有打擦的,沒有打擦的,麻煩D15滴,每一杯D15滴,好,澱粉液哥加15滴 那邊有10滴,三個都要低啊,三個都要低啊,好啦,你墊盆加完了之後就可以開始加優點了,要做紀錄喔,要做紀錄喔,要做紀錄 我們看一下,好,沒關係,來,沒關係,看這邊,到底誰才是誰,來看這邊來,A,A大於B,大於C,A大於C,大於B,還有沒有別的,你們做的實驗,A是最多D的,請舉手 手放下來,這我就安心了,第一個是對的 好,B,B的話是第二鍋的請舉手,B是第二鍋的請舉手,一個兩個,手放下來 然後C是第二鍋的請舉手,C是第二鍋的,手放下來,所以呢,公布答案 A是綠茶,然後C是烏龍茶,B是紅茶,這個答案是對的 請問你的數據是A,大於C,大於B的請舉手 好,手放下來,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好,重點來了 然後我看到眼睛,這一題五分,這一題五分 這時候應該沒有聲音的勒,五分勒 請問,哪一種茶,維他命C最少 手放下來 一 三 我要使用語言技巧 手放下來 不要笑喔 三 這是誰看得到啊 手放下來 三 哪一個這一塊 對 紅 紅 我問的是什麼 最早的 給大家五分,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呢,我們喝茶 要喝什麼茶呢 我喜歡灰紅茶,不需要 依照個人口味不同,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茶 好不好 像我喝綠茶 我跟妳講,我只要肚子餓的時候喝綠茶 我手會就開始抖 我就手會開始抖 欸,我也問自己問好久欸 我就會開始抖 然後,喝咖啡的時候,如果喝太多也是會抖 對,我覺得我就是,我的抖告訴我,喝太多了 我覺得他是我的好朋友啊 叫我們不要再喝了 好,那這個是那個,茶裡面維他命C的檢驗 我們可以用優點來做測試 那你們可以回家測試一下 自己家裡面的茶葉,到底維他命C有多還是少 還可以回家做測試的就是 注意喔 有沒有人喜歡喝飲料的,舉手一下 我 大哥哥舉手起那麼快 好,我手放下來 你們喝的各種不同的茶品裡面呢 有可能會有維他命C 對,你們可以回家呢 要喝之前,先倒個20CC,對不對 然後去 電粉,你們沒有電粉液沒關係 太白粉弄一點點進去 然後開始優點就開始低 低低看的話呢 看看這一瓶裡面有多少維他命C 從生活中就可以來做科學性的探討 然後呢,你呢,如果能夠把市面上所有的茶品 通通給他做檢驗完 我告訴你,你就可以去參加科展了 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科展沒有,非常的困難 好,這個是茶汁的部分 介紹那個叫做什麼 清潔劑 清潔劑的部分 這是一個乾淨的抹布 OK,好 他是非常,我從來沒有用過啦 所以他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一杯的話呢 是我特調的清潔劑 我們先把醬油呢,噴在這上面來 麻煩笑小衰一點 麻煩笑小衰一點 有一些小孩子不懂事,他不知道好不好 清楚的人麻煩笑小衰一點 好,這是第一杯 醬油 為什麼?因為它上面寫的是醬油 它上面寫的是醬油 所以我們一定要相信裡面裝的是 醬油 OK,好 那我們把醬油噴在這個布上面 好,我們把醬油呢,滴在這個布上面 來 你會發現這個布的話呢 變成了 髒掉了 是不是 好髒喔 要是呢 出去回來的時候 衣服是這樣子 那你就慘囉 對不對 有的人很不可回家咧 好,那我們呢 怎麼辦呢 告訴你 趁着妈妈还没回家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超强趋务力的清洁剂 喷在这个脏的地方 它还是没有变是不是 有了啦 有变好不好 还有我紧张了一下 因为我看不到 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不是特挑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特挑的 好 它还是咖啡色是不是 你觉得这样子冲真的很方便吗 当然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把特挑的倒到水里面 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整个都把它弄脏好了 把酱油倒在里面去 咬完就把它打一点 为什么酱油倒进去它都没有颜色 因为特挑的已经倒进去了 我觉得今天真是个悲剧啊 我为什么特挑的会弄进去呢 好了 我现在呢把它搓一搓 你会发现刚才脏的地方 消失了 麻烦笑小碎一点 我会很受伤 好 这个刚才的地方呢 如果说真的还有一些细节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用特挑的给它弄一下 好 这一整个呢 哇塞 这一整个妈妈回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发现 心里面就是个 happy两个字 不好意思 happy是一个字 所以呢 来 像这样子的 你看哦 衣服脏成这样子 回家一定会有生命为前 可是它却可以解救你的生命 这样子的一瓶清洁剂 你说要价多少 什么一块 一百块 一百块 救命的东西 你说免费 一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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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等一下卖你两罐交 我这一辈子 我就不用再出来赚钱了 好 OK 你觉得要多少钱 一块 不跟你讲话 好啦 其他里面有我的爱心吧 是不是 我家书保 太好了 等一下我送你两罐 不要保存留给你的子孙 好不好 说无瑕疵 无瑕疵吧 好 那 没卖平了 这个小孩子再越来越会讲话 真太喜欢了 好 那那个 其实它一整个就是化学反应 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注意听 你们觉得去乎效果 能够改变得这么快吗 没有办法 可是你要想一想 它的广告 是用什么来计价的 用秒计价的 你在那边坐坐坐 它们 但简直在那边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它一定要用一个很快速的方法来呈现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 就是拿 这一关酱油 其实就是 点酒 点酒 这一块酱油 其实就是优点 OK好 那优点的话呢 它颜色 其实就是那个 它就是黄褐色的 所以呢 那个叫做 什么去自瓣那个 有没有 就是在一缸水里面 把油点当作酱油把它喷在水里面去 对不对 喷在水里面去之后 哇 整个都是那个黄褐色的黄褐色的 那布的话呢 布进去的时候 布会变成不是黄褐色的 变成什么色 白色 变黑色的 哎 那又很奇妙的啊 为什么布是白色的 碰到黄褐色会变黑色 因为 布上面有什么东西 聪明 哎 这个胶子马上就可以运用了 真的厉害 所以布上面有变盆 下去的时候变 蓝黑色的 起来的时候 哇 这种状况 脏到这种程度 一定会有生命的危险的 所以呢 赶快用 去自瓣进去 六个两下 起来之后 整个通通变成透明褐色的 所以呢 眼睛看到的 一定要相信吗 不要 你们看到我长得这么帅气 要不要相信 这一定要相信 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没有做过啦 真的 因为我没有钱去 可以去做那个 好 可是呢 看到这种化学反应 要相信吗 不要 不要相信 保持华语的态度 回去再去 找答案 你不要马上相信它 可是也不要完全不相信它 你只保留的态度 回家 证实 回家找答案之后 再去硕 结论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个的话呢 麻烦帮我拜一下吧 还说 颜色哦 颜色有不一样是不是 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拿到了 麻烦在布上面 滴五滴酱油 在同样一个地方 滴五滴酱油 在同样一个地方 老师好香哦 真的是很会讲话 真的是 因为我每天都有洗澡招 酱油超香的 然后我换优点啊 旁边 好 滴完了 请举手 滴五滴 观察每一滴的颜色变化 开始 一滴中 你一滴滴 凉 卡住 让你只有哪一滴 二 三 四 五 优点 观察一下吧 请问一下优点 会不会完全消失 会消失的几举手 好 手放下来 酱油的话呢 会消失的几举手 会消失的几举手 好 酱油 有完全消失吗 jum 你一邊滴一邊滴,它會怎樣? 它會一直擴散,然後顏色越來越大 我吃海災 當太陽一曬的時候,那個水分不見了 它的顏色就出來了 OK,你的世界就毀滅了 好,所以呢,那個醬油會稀釋 可是它不會消失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電視上面呈現的一個 一個那個叫做視覺效果 好,那給各位體驗一下 好,另外呢,除了賣,除了賣虛物器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 有沒有聽過一種人叫做簽面人? 有聽過簽面人應該是大人才聽過 小孩子非常的單純應該沒有聽過 好,所謂的簽面人的話就是 我是壞人 然後呢,你是廠商 你是統一的大老闆 那我就,因為你錢很多嘛 我錢很少 我就跟他說 你給我兩百萬 讓我能夠過生活好不好 那你要不要給我? 你為什麼不給我? 我缺錢耶 你那麼多錢,反正你也用不到 那你要不要給我? 那我說 他說不要 那當然我會想辦法讓他給我嘛 我就說我是壞人 所以我會做壞事 你要不要給我? 你還是不要給我? 這令我難過耶 那我不知道再想辦法嘛 好,你是賣飲料的 我要在你的飲料裡面下毒 讓別人吃了你的飲料之後 回去拉肚子 那就沒有人敢買你的飲料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有錢給我? 你還是不給我? 你還是不給我? 我已經跟你說我是壞人,你還不給我? 所以呢 我是壞人 我就會在飲料裡面下毒 讓人家回去喝了 拉肚子 所以呢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個大概是20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喝飲料 我一定先做檢驗 不要笑那麼快吧 對不對 我也是命 我也是一條命耶 對不對 掛了就掛了啊 所以呢 來 我要教你們要怎麼樣 檢測這一題 有沒有讀 這一罐是一罐什麼東西? 蘋果西打 蘋果西打非常好 那我現在的話呢 把蘋果西打打開來 有一種東西叫做驗讀劑 要檢驗它有沒有讀 我看一下 應該是這一瓶吧 試試看就知道了 我大概知道試試看啊 好 我先把它倒出來 這個杯子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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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恩機 那個恩機從來 好 那個恩機從來 好 我知道他沒有泡泡 因為他是過期的蘋果洗澡 這樣轉應該轉得過去吧 神奇焰讀記進去之後就知道他有沒有毒了 神奇焰讀記 沒有把握哪一瓶是 神奇焰讀記 代表這一杯是有毒的 還好我沒有喝進去 不然的話我可能三分鐘就要去吃廁所了 所以呢 我們用了神奇焰讀記之後 我們就知道你吃的東西有沒有毒性 所以呢 這個東西要不要買 當然要買嘛 命是最重要的 錢不重要 所以趕快來買好不好 我等一下預約專家會給你們 可是呢 這樣子一杯 一杯果汁這樣子倒掉了 我覺得好可惜喔 都已經花錢買了 所以呢 老師又發明了另外一個 叫做神奇解讀水 進去之後呢 可以把它解讀 解光光 看一下 應該是這一罐 神奇解讀水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解讀效果怎樣呢 好 噢 刺激 解讀效果 非常好 OK 有人說騙人 你看這種效果會是騙人的嗎 所以呢 連那個蘋果西打的色素 給他清個一乾二淨 你哪裡可以買到這種東西呢 氣泡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告訴你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對不對 你在那邊滴來滴去 那個弄了半天 對不對 很麻煩 我發展出最後一個叫做 轉念法 你只要今天一轉 然後呢 裡面就會變乾淨了 你就一直覺得 它是一個沒有毒的飲料 它就會變成沒有毒的 好 不相信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你是非常乾淨的 不要這樣子 我要有那個氛圍 我才有辦法繼續演下去 你是非常可口好喝 沒有塗的蘋果西打 對 不要專注才會有效果 知道嗎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只要輕輕搖一搖 等一下 讓我給我一件刀吧 為了要讓你們看清楚 所以我把它給它 給它 它的標先把它拿走 好 真的我沒有試過這麼多次了 好 再來呢 我們只要輕輕搖一搖 OK了嗎 還沒OK喔 還沒OK喔 那再輕輕搖一搖喔 輕輕搖兩下 它裡面的毒性完全消失 這個時候應該會有掌聲的啦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呢 那怎麼會把它變回來了 拜託你把它變回來了 開玩笑 我這個 已經訓練了非常久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我要跟各位講的 這樣子一個效果 如果你在 我是賣藥的 你在旁邊 會買的請舉手 真是令人傷心啦 要知道就不要問了 好 後面有一個封場的 真的是很棒 外面有沒有人真的這樣子賣東西 有 有 我跟你講真的有啦 就好像某一條街 它在賣蛇 然後賣蛇的話呢 它就是賣那個 蛇 蛇膽 蛇膽 因為蛇膽具有什麼功能 解讀的功能啊 解讀的功能啊 解讀的功能 然後它就是拿那個 一杯裡面就加優點嘛 然後加優點呢 那個 那個 就把那個什麼東西 就把那個 那一杯 它是說那一杯 很像紅色的東西 很像血啊 然後就把一個東西弄進去 血整個都脹掉了 代表呢 那血裡面有毒 然後要怎麼辦呢 解讀啊 再把另外一個東西加進去 那個黑色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喝那個蛇膽 就是有解讀的功能 所以這一招 完全搬到那個街上去用了 所以外面的賣的東西 請你看到的時候 先思考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 我們回家搜集資料嘛 現在Google 大神什麼東西都可以搜尋得到啊 覺得是真的 你下一次你再去買 如果下一次去的時候 它沒有賣 代表它有問題 對不對 那如果下次去的時候 你確定了之後 那下次它還在那邊 那你是不是信心就更高了 所以很多東西先想一下 先確認一下 我們再去動手 所以呢今天要在最後一個時間 讓你們動手的就是 要怎麼樣 變這個魔術 變 OK 好 那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搖一搖 它就會不進了 說 真的是一下就把我破口 好 這個瓶蓋是有問題的 我這邊還有一個瓶蓋 所以呢 這個瓶蓋的話呢 其實我先準備這個瓶蓋放在旁邊 打開來放下來 我再拿另外一個瓶蓋上去 它裡面 它真的很瘋子還一直笑 這個瓶蓋裡面呢 有另外一個東西 注意看喔 裡面有 有砂布 有砂布 然後再來呢 有 哇 有光光的 裡面有 三顆藥瓶 這三顆藥瓶的話呢 叫做 欸你們桌 欸 麻煩這個幫我發 沒人幫我發一下 沒人幫我發一下 好 這個是藥瓶的話 你們桌上有 透明的 透明的夾零袋裡面有 有 透明的夾零袋裡面有 這個東西都還說 先讓我講完一下 你們再來做時間好了 好 三 二 一 先讓我講完一下 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好 欸 我要找一個東西 找一個可愛的東西來當作氧氣 好 讓我看到眼睛來 我們生活中呢 有很多的反應叫做氧化反應 請問一下什麼是氧化反應 哪裡說 生鏽是一個氧化反應 還有什麼東西氧化反應 加兩分奶 還有什麼 水果 水果變色是氧化反應非常好 還有什麼東西 說 啊 燃燒 喔 燃燒是氧化反應 它是屬於比較劇烈的氧化反應 還有呢 說 蛤 東西氧化是氧化反應 東西氧化是氧化反應 OK 好 還有沒有別的 說 鐵片銘鏽 鐵片銘鏽剛才講過了 還有什麼東西說 還原 還原反應 嗯 什麼是還原反應 對 氧化的另外一個香味的是叫做還原沒有錯 那 還有什麼東西來說 你剛才把那個 把那個 把那個 把東西變不見 把東西變不見 是氧化還原反應 給它加三分 OK好 沒有錯 我剛才的反應就是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感覺好像很抽象 其實它一點都不抽象 好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需要有一個人跟我演對手戲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我跟你講 那邊一角不是隨便挑人家跟我演對手戲的 你知道嗎 都是挑最好的才出來 好 為什麼會挑它 因為剛才現在笑得最大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這個的話呢 這個叫做氧氣 它跟我非常好 OK 它在我身上 我覺得它是 跟我是一對的 可是呢 它 發現我的氧氣 非常可愛 所以它就千方寶寄了 想要把我的氧氣 拿走 趕快動手吧 哈哈哈哈 搶到氧氣 它搶走了 快吧 快 這我不注意的時候 趕快拿走吧 啊 它居然把我的氧氣搶走了 呃呃呃呃 我可以再去找我的 別人 好不好 再去找別人 所以呢 什麼叫氧化 要不要跟我講一遍 什麼叫氧化 拿走氧氣 拿走氧氣 或者是 與氧 結合 叫做 氧化 那我是 失去 氧氣 叫做 還原 非常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變色反應 其實就是牽涉到 氧化 跟還原 這兩個反應而已 OK 好 那誰被揚號誰被歡迎 我先不講 好謝謝你喔 我不是好不好 來 謝謝你喔 給這位小朋友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你們帶的寶特品 現在就要派上用場的 還有麻煩給他們每一桌一把剪刀好不好 那要怎麼做 你們可以先看這邊來 可以先看這邊喔 罐子 罐子就要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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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是不是有一袋 那個夾面在的 每一個人是有一袋的 裡面有紗布 對喔 對喔 先讓我講完 希望你們再做 好 我看哪一組最注意的 11 12很專注 非常好 嗯嗯嗯嗯嗯嗯 唉唷 分數還是有用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呢 站在上面 就是我最大 來 我看一下 非常好 都專注了 等一下我們的實驗過程呢 先做這一個好了 把男的先做 先把這個紗布呢 等一下你們再用好不好 先把這個紗布呢 剪成圓形的 然後呢 注意喔 慢慢 呦 好 再來呢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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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東西叫做海波 海波的話呢 放五顆 放五顆 放在中間 不要五顆啦 三顆就好了 三顆放在中間 再來用紗布壓進去 紗布壓進去的時候呢 手指頭先壓住中間 再來呢 用竹籤 我記得用竹籤 好 那個 旁邊有竹籤是 再用竹籤的話呢 把這個紗布呢 把它壓進去 固定好 好 現在的話呢 先做到這個動作 撿 放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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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注意喔 滴在水裡面 滴 30滴 或者是 啵啵啵啵啵 三次 可是啵啵一次算10滴啦 好不好 啊你不要一次就擠到底了 那個 擠到底那只要一次就好了 不然的話 你就30滴 在你的寶特瓶內 開始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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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